白茶谷内的茶农潘春花 也终于等来了 一年中最重要的收获世界 清明前后一个月的劳作 决定了一整年的主要收入 彩茶季 潘阿姨雇了十多名彩茶女帮忙 别天吃茶 晚一炒茶 外面吃茶的人也很困难 善待彩茶女是茶农世代遵循的传统 彩茶女大多来自安徽河南农村 天气下雨那个后面的山很高 你们当心滑 新鲜茶叶的菜集很有讲究 一牙一跃 五至六公分 不能长也不能短 机械无法准确辨别茶叶生长的情况 于是采茶就成了现代社会少有的 必须完全依靠手工的工作之一 两百多亩高山茶园 每年可以为潘春花的家庭带来十多万元收入 在中国农村 这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潘春花的儿子贵老板 在交通便利的山下开了一间土特产商店 彩茶季他要赶回白茶谷帮忙 忙碌的采茶季也是贵家难得的团聚 这座一斤茶叶需要六万到九万粒芽尖 熟练的采茶季一天大约能采摘两千粒 白茶时令性很强 只有清明前后出产的春茶 才能卖出顶级的价钱 精挑细选过的鲜叶 要经过阴干才能开始炒制 手工制茶最考验功夫的 是对火候和力道的把握 翻炒鲜叶叫做沙青 火稍大 茶叶焦黄 火小 茶叶滋味欠缺 用均匀的力道把茶叶 碾成条状的过程叫做揉清 目的是让汁水均匀地 释放到每一根茶叶上 贵老板去年买了新型的自动炒茶几 但母亲还是习惯传统的手工制茶 在今天能品一杯纯手工制作的春茶 是一种奢侈 用机器炒茶也是一门功夫活 炒茶机的温度达到两百多摄氏度 贵老板要徒手将茶叶 从高速晃动的机器里捞出来 观察青叶炒制的程度 这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功夫 再把白色的锂条放到炒茶机里 这个步骤相当于手工制茶的柔轻 精心炮制的鲜茶 最后还需要用炭火烘干 经过整个通宵的劳作 品质上乘的春茶诞生了 今年又将是一个茶叶丰收的季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